《維體暴增十倍,中共官方一句話網炸窩》 染疫數風漲,陸媒景起稱全球第一 英媒指出中共的大崩潰,碰衝擊全世界 右圍台均演,美國的聖誕禮包野老中共動蕩經濟,全球恐承衰退狀態 中國疫情失控,幼稚媒體一人發帖文青,不敢看手機 因為滿屏都是恐怖消息,比如有影片顯示 深圳兩歲兒童發燒40度,勁缺抽搐長大6分鐘,母親亦發燒38度 但是他母藥非常崩潰,另一條影片顯示 發燒42度的孩子身上沒有白煙,網友感嘆太驚慌了 還有推特網友發佈醫療機構內部群療截圖 圖片顯示繼北京上海疫情大爆發後,廣州疫若坎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醫務人員向海外媒體披露 病亡人數已創下歷史最高紀錄,10個私櫃全部裝滿 外面還有26具懷體,一位老醫生感嘆 從已30年來,從未見過如此慘的狀況 有影片顯示,江蘇常州市某殯儀館滿地遺體 走廊兩側的牆邊都擺滿了 拍攝者稱,常州四者暴增十倍 平時三個火葬場加起來每日六七十個,現在有五六八七百個遺體 他還不斷用粗口大罵中共專家,指責他來騙人 然而官方每日通報數字與實際情況,大商徑庭,引發爭議 中共國家衛健委24日通報,23日新增本土確診4103例,無新增死亡病例 之前衛健委還稱,從12月5日至18日連續兩週通報無新增死亡病例 但中國教育新聞網24日報道,青島衛健委披露 清到每日感染量在49至53萬,事後兩日會在該基礎上,以10%增出增加 不過該民很快被剷除 有網友說,我這裡醫院發熱科每日排滿,趕上春運 還有網友表示,這幾天都不知道感染幾個億了 顯然,中共造假是一個普遍現象 然而沒有想到,衛健委25日直接宣布,從職日起不再發布每日疫情資訊 將由中國疾控中心發布相關疫情資訊 對此網友紛紛插風,中國沒有疫情,太誤了 前幾天那些數據太離譜,估計他們自己都不好意思發了 網上還有這樣的段子,南寧的媳婦早上打電話給外地的娘家 告訴她知道自己全家都養了,她的媽媽但經失色地說 新聞說廣州今天有4例,為什麼都在你家? 網友還披露,衛健委官網之前稱,退消藥這件事 人均配給差不多1元就夠用一輪 共產黨但凡有點老,採購就花14億 分到每個人手裡,就不會造成今天的局面 這樣花費連核酸檢測的一個零頭的零頭都不夠 真正花少錢辦大事 結果就是又蠢又滑的共產黨,根本不拿人命當回事 23日有外媒住北京的記者透露 北京每日約有500至700名急診病患湧入醫院 數十人在急診室內死亡 然而官媒對此現狀的形容,讓網友直接傻眼 金融市部住北京記者艾根拉媒在推特發文指出 自己親眼目擊,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急診人們為患 每日約有500至700名急診病患湧入 甚至走廊也擠滿了等候病房的吸氧病患 同時也有患者,加速告訴記者 由於救護車忙不過來,必須等4至6小時才有車 更有民眾指出,在某天晚上見到急診室有數十人死去 然而22日,中國媒體網易新聞發布一則新聞,讓網友傻眼 該新聞二斗帶的標題寫著中國速度再次創造奇跡 新冠感染率創全球第一,具體指出 開放後攀升的染疫數,其他國家無法相比 還指出各省份染疫人數不相上下,無法確切統計數據 此外新聞內容還說,目前中共政策允許身體不難受的人開始工作 從北京17日的86萬至20日的240萬人次的地鐵客運量來看 一定會創造出中國速度和中國奇跡 對此網民大罵,太牛心了,我的文學水平不足以解讀文章 奇跡這個詞原來可以這樣用,這樣也可以發出來炎耀嗎? 隨後微博相關內容火速速度剷除 另外浙江台州市中心醫院亦發出類似起報 結果網友同批,連人輪到得常識都已經沒有了 將人民的苦難當成起報,真是有利的 維抗低中國人命損傷,以及避免波及全球 西方多國都已表明提供優質疫苗給中國,但遭到中共拒絕 英國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研究員史蒂夫 曾認為使用西方疫苗就等於承認中國狡窄了 當局絕對不會容忍這一點 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的經濟學家馬格納斯強調 慘淡的經濟形勢有可能打擊習近平的個人權威 這場危機證明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治理機制有嚴重缺陷 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孔傑榮告訴美國之音之 習當局處理疫情累累犯錯已經影響中國政局的發展 使得中國的權力鬥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可能架劇 另外中共2023年將面臨最大的挑戰仍然是疫情 人們將看到很多由於他過去幾年未能採取名字行動而導致的極端後果 這是最緊迫的問題 而中國白色權力意識提高 將增強他們做出反應的有效性 12月25日中共在台灣周圍舉行軍演 另外前幾日有外媒爆出 美國以計劃向台灣提供高達20億美元的貸款以抵禦侵略 中共軍東部戰區司令部在一份簡短聲明中表示 自己在台灣周圍的海域和領空進行了打擊演習 並稱這樣是對美國與台灣勾結 和挑釁升級的驚血回應 但沒有具體說明地點以及細節 台灣國防部表示 中國的行動再次遞顯了其義武力解決分歧 破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心態 同時也是為了嚇苦台灣人民 那對其自身的國際形象非常不利 可者分析 那而且是中共虛張聲勢的打擊報復 只因美國贈予台灣的聖誕禮物 自從亞洲電台爆出 12月23日白宮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眾議院通過了2023年財連綜合撥款法 同日拜登還簽署了2023年國防授權法案 法案規定美國國務院有權向台灣提供高達20億美元的資金 用於求買美國製造的武器和國防設備 貸款的還款期為12年 對此台灣外交部表示非常歡迎 並說 那麼高度表明美國支持加強台美全面合作的堅定立場 而台北將繼續根據國家總體政策 與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進行溝通和討論 並根據敵人的威脅和智慧需要加強其軍事力量 報導中還提到中共知道此事後非常憤怒 還有幾天就迎來新的一年 匯估2011年 雖然在近三年新冠病毒陰霾下營內解封 但創紀錄的通貨膨脹 俄烏戰爭造成的能源糧食危機 讓全球經濟處於動盪之中 能源價格至2月俄烏戰爭以來一直飙升 加上疫情摧迴解封經濟復甦 全球物價都在上衝 美國6月CPI以9.1%創40年來的新高 之後慢慢下降 但通牌後仍持續在歐洲發酵 美國9月CPI年增10.1% 創下1982年來的紀錄 為應對火箭速度的通脹率 美聯儲今年升星17個幾點 創下40年來最快紀錄 這個聖誕假期的消息讓美國人稍稍喘喘喘氣 11月美國消費者密價指數降至今年最低 平均油價降至3.47美元 至2月以來首次低於3.5美元 中經院副院長王健全分析 量價下跌更三成 油價跌更四成 讓整個經濟情況稍稍好轉 但不能夠太樂觀 因為美國通脹率仍在高位 美國明年預計基準利率會升到5% 很多人預測50%的概率 美國年底經濟為負增長 歐盟亦會有些停滯膨脹 日本經濟平平 因此全球超過一半經濟體都在下滑 經濟學者業機人認為 通牌太高度至全世界的經濟都在下行 其他國家都跟著美國升息 因此影響到實體經濟 經濟受到打擊 這樣的態勢未來還會繼續 今年股會、市場亦跌入紅市 尤其科技股受到重創 全球最大糧食出口國 烏克蘭的糧食產出 受到戰爭影響 導致全球糧價飆升 開放中國家因此被受打擊 我們來講完 開放現場 禮奪 總統 加上 高陰 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